接下来也是一个相当离谱的处理方式 在台东有一所专科学校 上周五举行校庆 突然有一位40岁的转学女学生冲上舞台 大声控诉她遭到霸凌跟骚扰 并且占据舞台中段校庆活动 校方劝导无效 结果呢就找来了管区远景跟消防队 将她强制送往精神医疗院所急救 从台北转学到台东某一家专校就读的女学生 霸占礼堂的舞台不断叫嚣 控诉的内容从她遭到霸凌到被骚扰无所不包 好好一个孝庆庆祝活动 因为她突如其来的举动被迫中断 眼看40岁的转学女生不肯下台 校方最后向警方报案 也找来消防队协助处理 但是这名女学生只想大声说话 却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 大家实在没辙 最后只好将她强制送医 学校尊重她的受教权 但是对她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为也相当头痛 目前女学生还在医院接受评鉴